六十 《工商時報》2015年7月18日報章 D.12養生館一霸陳惠真健 康 由述雲嘉南崩海國家風景區處長鄭榮 風 心情永遠十八的養生秘方處於繁忙的工商社會 雲嘉南崩海國家風景區處長鄭榮 風 認為 上常讓大自然洗滌身心 不失為自我輸解壓力一大利器 飲食方面最好能回歸到原始風味 假日盡量捨棄坐車 以自行車代步兼作為運動 同時 如果有機會 也不妨來趟自行車還倒行 那更是一種挑戰自我的不錯選擇 古魂 養生之道首要即五行調和 沒有健康飲食正常作息 五行難圓滿 所以民以食為天 於雲嘉南管理處服務已經超過雜載的鄭榮 風 一直遵循商述股份 他每天固定約早上六點起床 晚上十點半準時就寢 早餐更易簡單雜糧饅頭配豆漿 作為一天精力主要來源 偏好簡單生活的鄭榮 風 他的午餐 目前都是由雲嘉南管理處所在地 北門地區的在地媽媽 為該所和人們所準備的愛心午餐 這些在地媽媽多選擇在地的食材 並以小油、小鹽的理念烹煮美味 卓餐常常可看得在地產物 最新鮮的失目魚與文革料理 鄭榮 風 雪 入口的失目魚 總養人想起小時候 夜夜分吃一口難得的野生失目魚 魚肉結實且帶有芝麻味的香氣 他指出 雲嘉南地區獨特的失目魚口感 是來自在地小魚戶的堅持 小魚民門以小規模經濟的低密度生態運養不放藥的友善方式養殖 如此可視為三層級生態鏈 最底層養文革 為避免落苗之生 第二層放養白蝦 另外為了減少阻類與其他生物的繁殖 大多運養失目魚 變身虎及金鯊魚等於類似第三層 三層級的生態鏈 養魚池環境有善不需額外投藥 所以雲嘉南地區的養殖魚池 本身就是一個超級新鮮市場 除了相當固定的生活作息 鄭榮 風 十分鼓勵員工們 晚餐時間無必要撥空多陪陪家人 晚餐與家人共享 在餐桌隨意聊天 除了是孝親表現的一種 但更重要的是 家人的笑聲 永遠是一個人 隔天工作最佳的活力來源 落在工作好心情鄭榮 風 認為 除了健康的飲食作息外 康健的心靈更是生命永續的傳源 他感到十分有幸 能在雲嘉南管理處服務 為他此生的幸福 更是置業 若將工作視為置業 揭力就少了些 能量則多幾許 他表示 在雲嘉南管理處工作的夥伴 享有得天獨厚的西南濱海線空靈美景 色為曬嚴重鎮 今日雖不見葬闊一花花雪白鹽對倒影的葬闊景象 但廢了鹽田島印著南天白雲 令人格外心曠神儀 103年 鄭榮 風 帶領的創意小組園卓會議上 更討論出了以鹽對白色意象為主的水晶教堂及婚紗造景 讓雲嘉南的美景再添色彩 今日雲嘉南的美景廣為人知 每個來到北門分沙美地遊客 總是笑臉盈盈 身為觀光管理第一線單位 鄭榮 風 強調 要以身作則自然長體會遊客們的感受 每一個遊程 他都要先親自體驗 再介紹給民眾 例如定期安排親騎管理處安排自行車路線 體驗獨木舟濕立式獎版活動 雲嘉南從上到下的員工 幾乎各個戶外體驗都被超連精實 但都說雲嘉南 很好玩 鄭處長更是親身挑戰九百公里環島自行車賽 保持創意與活力需已年過半霸 鄭榮 風 仍保十八歲時的創意與活力 他說 心情永遠十八 正是他活力的來源 同時他偏外跳脫傳統組織模式 他任職管理處組時 成立創意美篇小組 將美學與觀光融合 將美帶入地方社區 再備為網的布袋小漁村 好美鳥 採繪了令民眾為之驚訝的三 之海底世界 好美鳥在該創意小組的考試 與地方居民的合作下 再次呈現美麗風貌 以陰陽和睦為鏡 若說上班讓人身體繁忙 充分的休息則是調和 鄭榮 風 平日忙於公務 但他在假日時 盡量將時間留給家人與好友 平日上班 因路途關係總是以汽車代步 假日卻選擇以低碳的自行車代勞 不僅可以鍛鍊身體也降低碳排放量 放慢腳步享受生活中的小確幸 鄭榮 風 強調 身心須不時書解 如在大都會生活的朋友 無處可去 身為觀光推廣大事的他 十分熱情地邀請大家 不妨來一趟低碳的台灣好行之旅吧 透過火車串接台灣好行來到嘉義和北門濱海 致意的漫遊鹽香 一個身心行定之旅 他深信 旅行讓人重新思考 認識生命 希望大家透過旅行 尝美食 作為健康身心的開端 作為健康身椅子師亭義的